印度孟买郊区 一条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 星期一发生严重公安事故 现场一架大型起重机突然倒塌 直接压死17名建筑工人 另外有三人受伤送医 这起公安事故发生在距离孟买 大约80公里的沙布尔地区 国家灾害应变部队透露 昨晚11点左右起重机突然倒塌 击中混凝土板 砸中正在施工的工人 起重机机体和钢筋散落在四处 救援队伍还在寻找 是否有其他生还者 当局目前还在调查肇事原因 总理办公室随后宣布 为死者家属提供20万卢比 或大约1万令吉的赔偿 伤者则获得5万卢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